國慶黃金周是內地旅遊旺季 景點人山人海都是意料中事 當眾安徽黃山 大量過夜遊客不住酒店 去到廁所、餐廳等室內地方過夜 像這個女廁就坐滿了20個遊客 他們還自備膠布或紙皮坐下休息 這個奇景除了因為景區遊客飽和 亦因為近年興起特種兵式窮遊 有遊客說 黃山酒店或帳篷收費昂貴 昂貴時一晚要超過500元人 所以寧願在廁所過夜 景區重申 不鼓勵夜遊和睡廁 地圖馨 和霍學 雖然可以控制到同時 他鼓勵夜遊客 幾乎 鎖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